好 不管是要逛展啦 还是一些户外的活动 其实这几天天气都蛮不错的 因为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北台湾温度也回升 未来一周要小心的是 秋老虎出没 又回到类似夏天的天气 各地高温几乎都来到30度 不过午后在山区 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震雨 进一步天气详情 时间就要有韵文 好 来看到是未来这一周的 这个天气的变化 应该看到就是说 在台风山回之后呢 明显的秋季的感觉 有加深了 整个气温是有降温的情形 不过外来这一周 有秋老虎要来 所以气温又会变得比较温暖 来看到预报显示呢 就是在未来这一周的降雨 会是以这个东半侧为主 像是呢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呢东半部地区 会有短暂雨 以及呢在大台北的靠东侧 也会有临行的暂雨之外 就是呢在西半部 虽然是多云道勤 但是午后可能也会有短暂雨 要来多加的注意 不过来看到呢 是在下周二开始呢 大雨的机会就会大幅的减少了 但是呢在山区 还是要盛防午后的雷震雨 好那么来看到是因为现在呢 东北季风减弱之后 转为这个东风的风场 所以呢气温会有所抬升 预报显示呢 就是在未来这一周 高温可能会达到是30度 而且尤其在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气温可能会来到32到33度 相对的是蛮温暖的 但是很快的又要变天了 就是在下周末 有新一波东北季风到来 会带来是新一波的降雨 跟降温的变化 下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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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